铁甲战士张恒的反击史 2016年,26岁的张恒决定加入创客星球做铁甲战斗 对于他这个决定,他的父亲很支持 因为他知道张恒从小就拥有一个机器人 参加机器人铁甲格斗大赛 只是这时的张恒不会想到 因为选择做铁甲战斗 在两年后他会遇到一位名叫郑爽的女星 她将会改变她的命运轨迹 在张恒加入创客星球这一年 郑爽的人生中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他和天鱼合约到期 他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他的母亲刘燕,父亲郑成华 以及一些亲戚负责他的经济事务 第二件是他和周冬宇,关小彤,杨子 被评为90后四小花旦 第三件则是他和成名后相恋的第二位男友胡彦斌分手了 前一位则是和他一起主演 一起来看流星雨的张恒 那时,郑爽也不会想到两年后他会遇到张恒 然而命运还是让他们相遇了 2018年,创客星球和优酷联合打造了铁甲格斗节目 这就是铁甲 节目组邀请了郑爽担任战队经理人 而张恒担任该节目的赛事总监 当郑爽和张恒相遇 他主动要了张恒的微信 不过一开始因为郑爽在节目中比较情绪化 张恒对他的印象并不好 可是谁承想两人在私下的聊天 见面过程中竟然有了感情 2018年8月,他们公开了恋情 并开始同居 张恒还帮着郑爽做着一些经济工作 对于郑爽选择和张恒在一起 他的粉丝不乐意了 因为他们觉得张恒还不如张汉胡彦斌 又因为张恒和郑爽合伙开公司 郑爽的粉丝更是一口认定张恒吃晚饭 他们担心郑爽被张恒骗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开公司的想法是郑爽先提出来的 并且还以分手威胁张恒 张恒才答应一起开公司 在那时的郑爽看来张恒十分优秀 并且他很喜欢他以礼服人的作风 跟张恒在一起 他发现生活变得简单了 性格也变好了 人还胖了时间 因此当粉丝吐槽张恒时 他选择了霸气护男友 他发文说 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秀恩爱的人 他不会错过 他还说我爱张恒 张恒爱我 爱张恒的他还带着张恒 一起参加了综艺女儿们的恋爱 两人在节目中大秀恩爱 张恒则在节目中 特意回应了吃软饭的说法 他说对于网上所谓的软饭男也好 丑恒也好 我觉得都无所谓 我自己知道 我又没有吃软饭就好 那时他也坚定的选择了郑爽 在这之前 有网友在他社交账号底下给他留言 对他说 你们不适合 因为你不了解他 他不会拥有感情的 不看好你们 张恒则回复这位网友 其实我小名叫感情 我被拥有一段时间了 按的他们聚可爱 聚不烦 然而女儿们的恋爱还没有结束 观众们就发现 他们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在节目中 他们会因为工作和日常事物吵架 并且大家发现 张恒喜欢冷暴力 郑爽喜欢让别人猜他的心思 当女儿们的恋爱播放到最后一期时 郑爽则直言要重新考虑 他们之间的关系 郑爽也的确重新考虑了 2019年12月 两人宣布正式分手 又因为经济纠纷 郑爽的律师将两人合伙的公司 所有的文件公章拿走之后 让员工王一静起诉张恒 张恒收到了限制消费令 在这之后 张恒被传出借高利贷 逃避债款 携款潜逃美国的消息 让很多网友感到诧异的是 面对种种负面传闻 张恒竟然没有回应 有很多人觉得这并不正常 毕竟张恒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他的父母是做家居生意的商人 他2006年就去美国读书 高中读的是私立寄宿中学 大学读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 以他的见识 难道任由传闻悔患自己的名声 实际上张恒一直在等待最佳的反击时机 终于他等到了 2021年1月19日 是他和郑爽民间借贷纠纷案 二省开庭的日子 他在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则声明 在这则声明里 他对诈骗借高利贷 携款潜逃等传言进行了辟谣 他还说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回应 是因为他要在美国照顾两个小生命 并且他晒出了和两个孩子一起的合影 随着张恒的好友跟进 发布了两个孩子的出生证明 其中一个孩子的出生时间是2019年12月19日 一个孩子的出生时间是2020年1月4日 并且在出生证明上赫然可以看到 父亲一栏写着张恒的名字 母亲一栏写着郑爽的名字 难道郑爽和张恒曾经结过婚 随着网友在美国法院的网站上 找到了张恒和郑爽将在3月打离婚官司的消息 于是舆论哗然 郑爽竟然隐婚代孕生子 但将郑爽彻底毁掉的则是一条音频的出现 在这一天 张恒的朋友放出了张恒的家人和郑爽 以及他的父母沟通时的音频 而这音频所录制的时间 就是这两个孩子在代孕母亲肚子里7个月的时候 在这段音频里 郑爽的父亲郑成华说 能怎么办 只能弃了呗 郑爽的母亲说 宋人就当没看见 再也看不见 郑爽则说 打又打不掉 TMD烦死了 当这段音频被病毒式传播 大众发现了郑爽一家人的冷漠 自私 而代孕弃养 已经涉及到道德问题 伦理问题 法律问题 大众愤怒了 很多人要求郑爽退出娱乐圈 这一天 郑爽和他的家人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任由外界舆论淘天 第二天 郑爽和张恒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开庭 两人都没有现身 由各自的律师代为处理 而这一天 郑爽和他的父亲郑成华 各自发布了声明 郑爽说 本身是非常伤心和私密的事情 他本不愿意在大家面前多说 他还说 张恒以曝光隐私勒索他 并直言 张恒在和他恋爱期间出轨 郑成华则直言 张恒是极品渣男 不请骗郑爽的钱 还出轨多次 手机里还有和其他女生的不雅视频 还说张恒对音频进行了恶意剪辑 只是对于郑爽和郑成华的声明 大众并不买账 因为他们避重就轻 回避了代孕和弃养的问题 郑爽的娱乐事业崩塌了 各大官媒严厉批挺他 广电视频更是发常文称 不给郑爽任何发生露脸的机会 这意味着郑爽被列为劣迹艺人 被全面封杀 这也意味着郑爽的演艺事业终止了 张恒对郑爽进行了精准打击 一招封喉 对于张恒为何在1月18日抖落这些事情 有知情人分析 张恒是为他和郑爽的民间借贷纠纷 以及3月份的离婚官司做铺垫 进而获得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获得天价抚养费 并且郑爽一旦拒绝支付抚养费 他将会被张恒起诉藐视法庭 如果罪名成立 郑爽会被罚钱或者坐牢 张恒兵出险招 争取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然而在外界看来 不管是张恒还是郑爽 他们都不是赢家 最重要的是他们给两个孩子造成了永久的伤害 等孩子们懂事后 他们不得不面对父母相互残杀的事实 对于孩子们而言 这是生命无法承受之重